那我们再来聊一聊 你现在应该是已经入职了 对吧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你的现在这个工作的日常 是什么样子的吗 就是Tipical Day大概是什么样子 嗯 我觉得Data相关的话 应该大部分Data相关职位 都是以Project为主吧 嗯 所以基本上我们组的话 就是你会被assign 一到两个 如果忙的话就有很多Project 这个Project的话 都是基于一个实际的Basis问题 那现在基于这个疫情的原因 所以我的Project也更偏向跟疫情为主 就是了解现在这个市场下 用户的一些behavior 然后基于用户的现在的behavior 公司的话应该采取什么样的Basis strategy来应对 嗯 所以说我现在Project 其实就是看一些用户的behavior 用一些Data Science相关的技能 去看一下我们哪一方面增长了 哪一方面跌了 然后如果说库存紧张的话 哪一方面我们要尽快去补 然后也同时研究一下 跟Competitive相比 我们现在的performance如何 嗯 所以每天的工作流程 就是以你现在做的Project为主 嗯 运用到的技术的话 嗯 如果这个Project是更偏 嗯 了解客户behavior的话 可能Cquad 包括统计方面的知识用的比较多 像我现在用Cquad 然后用一些Python方面 就是会automate很多process 所以虽然说有可能 嗯 做BA的港的话 但是还是会用到Python方面 因为你为了 是你的工作效率提高的话 那你肯定很多process要automate 所以嗯 就回到刚才的点 其实变成技能还是挺重要的 嗯 然后如果有一些Project 更偏Algorithm的话 那嗯 其实用到的技术战 Masherman的知识点啊 包括有可能数据量大的花钟 Spark用到的也挺频繁的 因为我现在 嗯 入职 还没有特别久 所以暂时没有把所有需要的技术战 都用全 哦 但是 嗯 我觉得实际工作中肯定 因为你会碰到的问题 各种各样都有 所以就是尽量还是要 不停的学习 嗯 反正不管是Sequel Python 还是Spark 反正在Leofer过去的课程中 都有cover到 所以那时候也都学到过 嗯 对 所以工作流程的话 我觉得就是 以Project为主 就是根据你现在遇到的Project 需要哪些 嗯 技术战 哪些知识点 你就去用它 然后 嗯 每个公司 技术战 肯定也都不太一样 像一些大厂的话 就是 肯定很多大部分技术战 都是自己开发出来的 那对于一些小厂 嗯 可能是 购买其他公司的一些 嗯 一些比如说数据库啊 嗯 一些 一些技术战 所以说 嗯 就是自己要 Flexible 要灵活 嗯 但是最根本的 就是你把最基础的那些 都学会了 SQL Python 这些的话 其实应该会 Ramp up起来 也会非常快 就会能够非常快的 手练 你要去的那个公司的 技术战 嗯 对 就是掌握了这个 学习的能力了之后 其实工具的使用的话 在 呃 真正工作了之后 应该是学起来很快的 对吧 嗯 对的 嗯 然后 大部分技术战 尤其是那些 如果你们公司是去购买一些大厂的那些技术的话 也都会会有非常详细的manual instruction 嗯 应该也是非常容易上手的 就是只要把最基本的学会了 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嗯 OK 了解 呃 那 像data岗位的话 其实在 大部分公司应该都是一个非常 cross functional的 呃 一个岗位 会经常 和一些不同工种啊 不同部门的人来配合 那 你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吗 嗯 对的 就是 DS岗的话 嗯 是会跟不同部门 比如说跟 嗯 de啊 data engineer 或者跟soft engineer 或者跟 嗯 leadership 跟de的话 其实 嗯 其实嗯 就是如果说 作为DS的话 我们继续分析问题 但你分析问题的话 需要数据 那你就要跟dee要数据 嗯 他们你要什么样的数据 嗯 什么时候要 就是 嗯 data clean up 什么 基本上data pipeline 都是通过跟dee 合作得到的 嗯 嗯 那 跟leadership的话 基本上就是 他们 因为一个现实问题 把这个问题 抛给你 让你帮他们分析 去解决 嗯 那 在工作方面的话 就首先要去了解 你的leadership 他就是什么样的concern 你的问题是什么 你想要achieve the goal 是什么 嗯 哪一些metrics 会受影响 嗯 了解了之后 那就去分析问题 分析问题之后 再把这个整个 嗯 project 把它package好 present给你的leadership 嗯 跟soft engineer的话 那肯定也会有 很多合作 就是 其实DS的话 分析问题 可能 决策的话 是取决于DS 那 那你到最后的implement 比如说开发某一个程序啊 开发某一个什么 那你就要跟 嗯 soft engineer合作 所以说 确实 嗯 挺cors functional的 尤其是一个project 比较大的时候 就比如说我现在做project 是跟疫情相关的 那你有可能还会涉及到你的peer 也是 就是跟DS和DS合作也有 嗯 有可能我分析一些internal的数据 你分析一些external的数据 所以DSDS之间的peer的合作也有很多 嗯 对 所以说DS还是一个挺cors functional的 嗯 一个 一个 一个脚步 嗯 OK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每天开会都很多呢 嗯 是的 嗯 确实挺多的 而且 就是因为毕竟 还是比较technical的工作 如果会议多的话 嗯 其实你有诊断几个小时能够进行下来写code啊或者分析问题是很重要的 那会议多的话就可能 嗯 你要自己学会时间管理 就最好把所有的会议安排在 嗯 一个时间段 然后自己有一段时间可以静下心来 做自己的工作 嗯 所以说 嗯 cors functional 有些人喜欢cors functional 那也是个好处 可以跟不同不同的打架到 但是同样的话 也就是会造成会议特别多 嗯 所以自己要学会时间管理 OK 好的 行 那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 嗯 你觉得就是这个 差不多 是半年成功拿到offer嘛 对吧 嗯 那这个过程中觉得有哪些因素让你这个比较成功的转行了呢 嗯 嗯 首先我觉得 嗯 其实哪些因素帮 就我个人而言的话 因为我是离迪达行业已经有一段时间比较久 所以说 嗯 重新学习这个知识点 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 嗯 没有上来offer课的话 可能我自己都不知道从何开始准备 包括需要准备哪一些 嗯 其实就很难下手 同时的话 我也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那这样投简历 包括就算拿到面试 你面试中你聊过去的工作经验的话 其实这些方面都会比较薄弱和欠缺 所以我觉得嗯 通过上来offer的课 帮我建立起整个知识体系 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这个知识体系 包括了统计啊 机器学习啊 包括了一些coding上面能力 比如说Python Coding SQL 和一些项目课 帮我充实我过去的项目经历和简历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还有一些比较软性的 比如说Behaviour Question的训练 Case Study应该怎么回答 这些其实都帮助我 就是建立整一个知识体系 基本上我面试中问到的大部分问题 其实在来offer的课和训练当中 都有被cover到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 是比较重要的因素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 就是自信心吧 就是 如果说你已经 知道你已经 遇到这么完全的知识体系的话 那你自己去面试的时候 也会更加自信 如果说就是自己在那边 摸爬滚打的话 就是可能你都不知道 自己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面试 那其实面试中自信心上是挺重要的 嗯 OK 那就是在平衡 这工作和学习方面的话 你有什么建议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嗯 这个我觉得也有点一人而异嘛 就是从我自己个人角度的话 嗯 因为我自己也是那时候 就是铁下心来要转行 所以说 嗯 嗯 然后 其实这个就是看你自己 一个人怎么prioritize 由于我已经定下 下定决心要转行 所以我也就不谋求 我在自己原公司 要有什么样的职业发展 那我会愿意花更多的时间 在来offer上课 嗯 而且反正是白天上班 晚上上课 周末的话也继续上课和 嗯 复习啊 嗯 自己也会课外也会学一些知识内容 所以我会觉得 嗯 如果平衡的话 其实就要看你自己的priority 你愿意在哪个时间 哪件事情上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嗯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你可以把自己的工作 能automate的就automate 这样可以提高你的efficiency 嗯 嗯 会议的话就是都集中安排在某一个点 然后自己 嗯 自己 可以block一段时间 尽快的把自己白天的工作完成 嗯 还有一些很琐碎的事情 怎么减少commute的时间啊等等 就是取决于 嗯 每个人自己 个人的 嗯 嗯 条件和你自己的想法啦 反正 我是觉得时间能挤 就是还是能够挤得出来的 嗯 如果说你铁定心 嗯 要转data的话 嗯 我觉得你还是就是应该要prioritize上课和学习 嗯 OK 但是同样的话就是会造成会议特别多 嗯 所以自己要学会时间管理 OK 好的 行 那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 嗯 你觉得就是这个 差不多是半年成功拿到offer嘛 对吧 嗯 那这个过程中觉得有哪些因素让你这个比较成功的转行了呢 嗯 嗯 首先我觉得 嗯 其实哪些因素帮 就我个人而言的话 因为我是离铁定大行业已经有一段时间比较久 所以说 嗯 重新学习这个知识点 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 嗯 没有上来offer课的话 可能我自己都不知道从何开始准备 包括需要准备哪一些 嗯 其实就很难下手 同时的话 我也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那这样投简历 包括就算拿到面试 你面试中你聊过去的工作经验的话 其实这些方面都会比较薄弱和欠缺 所以我觉得嗯 通过上来offer的课 帮我建立起整个知识体系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这个知识体系 包括了统计啊 机器学习啊 包括了一些coding上面的能力 比如说python coding 和一些项目课 帮我充实我过去的项目经历和简历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还有一些比较软性的 比如说behavior question的训练 case study应该怎么回答 这些其实都帮助我就是建立整一个知识体系 基本上我面试中问到的大部分问题 其实在来offer的课和训练当中都有被cover到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是比较重要的因素 还有点就是我觉得就是自信心吧 就是嗯 如果说你已经嗯 知道你已经不得了这么完全的知识体系的话 那你自己去面试时候也会更加自信 如果说就是自己在那边 摸爬滚打的话 就是可能你都不知道 自己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面试 那呃 其实面试中自信心上是挺重要的 嗯 OK 呃 那就是在平衡 这工作和学习方面的话 你有什么呃 建议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嗯 这个这个我觉得也有点一人而异嘛 就是从我自己个人角度的话 嗯 因为我自己也是那时候就是 铁下心来要转行 所以说 嗯 嗯 然后嗯 其实这个就是看你自己个人怎么prioritize 由于我已经定下下定决心要转行 所以我也就不谋求我在自己原公司要有什么样的职业发展 那我会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嗯 来offer上课嗯 而且反正是白天上班晚上上课 周末的话也继续上课和嗯 复习啊啊 嗯 自己也会课外也会学一些知识内容 所以我会觉得嗯 如果平衡的话 嗯 如果平衡的话其实就要看你自己的priority 你愿意在哪个时间 哪件事情上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嗯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把自己的工作 能automate的就automate 这样可以提高你的efficiency 嗯 嗯 会议的话就是都集中安排在某一个点 然后自己嗯 自己嗯 可以block一段时间尽快的把自己白天的工作完成 嗯 还有一些很琐碎的事情 怎么减少commute的时间啊等等 就是取决于嗯 每个人自己个人的嗯 嗯 条件和你自己的想法啦 反正我是觉得时间能挤就是还是能够挤得出来的 嗯 如果说你铁定心嗯 要转data的话 嗯 我觉得你还是就是应该要prioritize上课和学习